可以看到澎湖的白沙相公所 今年是首创全国发放儿童礼金1000元 可以看到其实这次他们是赶在农历年前方送 让礼金名副其实成了压岁钱 家长纷纷来相公所领取账的福利红包 表示可以多多益善 而相公所则是表示 过去都着重在长者的福利 公所筹备了两年 在财政可以负担之下 让儿童也可以有少确幸 儿童礼金也针对了涉及白沙的 0到12岁儿童来发放 总经费大约是90万元 虽然数字不大 不过天葬红包也让小朋友们真的很开心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